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极有可能开启未来战场的无人化时代 而如何应对汹涌而至的无人作战浪潮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新课题 据美国大众机械月刊网站9月24号报道称 沙特石油设施9月中旬遭到无人机群的袭击 让美国军方越来越感受到研发反无人机技术的迫切性 美国国防部9月23号下午告知美国国会 已向美国雷神公司采购了一款能够使用能量脉冲击落敌方无人机群的微波武器系统 这次采购的向尾炮系统将在海外进行部署 并接受为期一年的评估 该系统将成为有史以来首次列装的定向能防御武器 报道称 美国空军斥资1628万美元购买了这套向尾炮高功率微波系统原型机 用于在美国境外一个不具体的地点进行实地测试评估 测试将于2020年12月20号前结束 该报道介绍称 向尾炮是一种高功率微波炮 它通过锥形波束发射射频 不是用热量烧毁无人机 而是通过突然爆发巨大能量干扰或摧毁他们的电路 相比激光武器需要聚焦在一个目标上才能烧毁他们 微波脉冲只需要不到一微秒的时间 便会让一个区域内的无人机群失效 新型无人机层出不穷 反无人机的技术也在推陈出新 包括美国这次亮出的微波武器 这款武器有什么样的特点 美国会把它部署到哪呢 秦老师 实际上现在类似这样的微波 或者是通过干扰无人机的操作系统 电子系统来让无人机失能坠落 这样的武器已经出现了很多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 我看到的是一个就类似叫反无人机枪 它就是用一个步枪 对这个步枪对着无人机的方向发射一些电磁波 或者干扰的一些信号 让这个无人机来坠落 当然它的功率可能比较低 美国的这款武器 当然它的功率可能比较高 但即使比较高 我看一下它的数据 它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 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它说它反的无人机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 那么这个就很小了 这个无人机 另外这个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070米 飞行的速度不能超过最大367公里每小时 实际上综合来看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小慢低目标 那么稍微大一点的无人机 你比如喷气无人机 轻易就可以超过它这些指标 无论高度 无论飞行速度 因为喷气机 你要让它飞的太低 还飞的速度太慢 还有危险 所以它飞的很快 那这样的这个反无人机的武器 我觉得可能作用就有限了 而且即使它反小慢低目标 实际上对方依然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 有些这个小小无人机 它飞的比较低 你的这个探测系统 能不能把它百分之百都捕捉到 这是一个疑问 第二 即使捕捉到了 那么对方可能采取一个风群战术 因为这无人机也比较便宜 我一下放出它几十架 甚至上百架 你打去吧 你打 你即使有一定概率给打下来 我只要有几架无人机 我完成任务了 我扔炸弹了 我把你这个石油设施炸了 它依然从消费比来说是划算的 无人机时代的攻防作战 已经拉开大幕 未来我们将如何推动 无人机的进化与发展呢 陈老师 无人机领域呢 在世界各国呢 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我认为中国无人机的发展 特别是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呢 是一个突飞猛进的 这种快速的跃进 那么它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我是这样认识的 大概有这么几个方向 要发展什么呢 要发展 长航时 隐形化的无人机 这飞机呢 在空中能够长航时的飞行 再一个 隐形化 隐形化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无人机要保持生存能力 就必须要做到隐形化 这个呢 现在各国都在这项发现 还有 要有精确的目标探测 和打击能力 无人机要有眼睛 要有耳朵 还有拳头 是吧 它是查打一体型的才行 这是第一个 长航时 隐形化 精确打击 第二个发展 要向空天一体化发展 今后的无人机啊 可能会在大气层内 大气层外 都能够飞行 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还有 今后还要向高超音速方向发展 这个无人机发展 我们讲的高超音速就在五倍音速以上 还有 今后的无人机发展呢 要向无人战斗机方向发展 从无人机现在发展的水平来看 它的速度 机动性 远远的不如油人驾驶飞机 如果油人机和无人机空战 现在打一百次 无人机输一百二十次 所以这个无人机空战呢 就向战斗机方向发展的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或者是坎坷 放在世界的面前 最后一个 我认为要发展 那种小型的 甚至叫V型的无人机 如果这种小型的V型的无人机 它能够达到长航时 远程的控制 那个这个威胁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 现在无人机作战 有一个叫做风群战术 我给大家做个比喻 我们几个空军同志 有时候在一起说笑话 说戏言 二百三百一千架无人机 围着一艘航母转 这航母还敢出来吗 我呢 仅仅是通过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做了一些判断 今后可能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让无人机去飞翔 去探索 去作战 去发展 然后再次做个比喻 没有太多了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